大家好,欢迎收看醉云园艺 卢蕙色泽纯绿,外观不差 其净叶的枝叶还有多种效用 许多人喜欢顺手养上几盆 但有些人的卢蕙,叶肉薄而少,看起来干干别别的 要养好它其实很简单 卢蕙主要靠天吃饭 两勺亦多的养护,长势特别旺 两勺中的第一勺便是少吃肥 卢蕙对肥料的要求不高 这个不高难过两方面 一方面是肥料的选择 黄豆水、花生水、甚至桃米水和果皮水 只要复熟都是可以的 肥水的关键在于有机,以及元素种类丰富 为什么呢?因为有机肥能保障卢蕙蕙的绿色纯天然 肥水种类越多样化,越能保障元素种类齐全 第二方面是追肥的频率 比一般的花卉低得多 一般一个月一次肥就完全足够了 第二勺便是少水 卢蕙不需要大量的水分 因为它善于储水 可以通过少浇水以及用不太保水的土壤 来营造适合卢蕙的环境 土壤一点要排水好 比如不易保水的沙制土壤 而一多便是多晒太阳 这也是为什么说它靠天吃饭 除了夏季正午前后需要遮衣 其他时候越晒越旺 这样养的卢蕙 净叶肥厚又多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